正确储存药物,遵御服用是保障药物治疗效果的关键,由于儿童的身体功能法语稍微完全,用法用量更需注意,除保障治疗效果之外, 还要保障孩子们身体免受不必要的侵害,在临床工作当中,要是发现,尽管很多用药注意事项医生,要是都以交代,但有的家长太大意,不顾医生的交代,人给孩子用错药,今日小编就和各位家长聊聊小罗长用药的注意事项,银骨感冒咱都用法宝大宝吗? 你们可千万要注意了,这是万用药,禁止内服,可用于风热感冒,鼻色流涕,咳嗽,全身不湿等,天鱼齐步,每日一天,用时,先用手轻揉齐步一分钟,再将小瓶药油倒进药包,对准其眼切伤即可。 退烧药的服用注意事项,而通常用退烧药油对一些难机份,不落了混血液,当宝宝们体温升至于38.5度时,方克服用退烧药,且一定要注意,退烧药连续服用的时间间隔需大于4小时以上,否则可能会对孩子身体造成损伤,因此,禁止爸爸妈妈们为给宝宝快速降温, 短时间内多次服用,除想加快降温,可使用外用的退热些退热,并保障一定的水分及电解质摄入,蒙托氏3的用法可用于急慢性腹泻,服用时,用而开水搅拥后服用,由于该药的成分具有沉稳结构,除可固定,抑制病原微生物外,也可与其他药物结合,影响其他药物的药小,因此,一定要与其他药物隔开至少一,小时, 服用,活菌酸的服用,保存醋酸缩菌二连菌酸长乐康,12-8度地光保存,因此,需要保存在冰箱冷藏一层,服用时,煮水温过高,会杀死活菌,影响药效,因此,服用时,一定要用凉开水,布拉斯加姆菌酸,保存条件为25度,因此,常温下保存即可,但当下日室内温度过高时, 时机时将其转移至适宜的储存环境,服用时,水温也不宜过高,建议凉开水服用,全载自健康博山编辑,观海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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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